海底的世界幽暗静谧 却又色彩绚烂丰富 透明却身姿曼妙的水母 颜色各异的海螺 海背 色彩明媚的鱼群 晃晃悠悠的海星 在水波中一荡一荡 还真有点像天上的星星在一闪一闪 小妖软软的已在向柳怀里 任她带着自己往深海游去 她在水中游 水在她深流 她的血液中流淌着向柳的本命精血 此时此刻 她就是水的一部分 也好似是香柳的一部分 确认无人跟踪 香柳放开了小妖 一头白发像水中摇曳的海草那样 懒洋洋地散在身后 擒着笑注视着她 小妖自如地转了几个圈 游到香柳身前 念朝着香柳倒退着往前飘 你看 我现在像什么 香柳笑 一条海带鱼 小妖为她的不解风情气恼 于是重重地哼了一声 猛然加快速度 故作生气地撇开向柳 向着碧蓝的大海深处游去 向柳大笑 转身追上去 海带鱼 你等等我 九头妖王是海底的主人 可她故意没有追上小妖 小妖也并非真的生气 不过是每次在香柳靠近时 又往前游开两步 向柳也不急着去追 就那样跟小妖保持着一两步的距离 时不时去碰碰她的手 时不时去俯俯她的头发 直到一曲空灵美妙的歌声传来 那是世间不能听到的声音 小妖停住 凝神倾听 这是娇人求偶时的情歌 香柳也停在了小妖身旁 拉过她的手说 很美妙 是不是 小妖任凭香柳牵着 而后转头朝她一笑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 第一次是在海底的那37年 香柳以为她无知无觉 却带她看了满月 听了娇人求偶的歌声 第二次是在 枪炫迎娶沈氏的嫡女 书惠为侧飞的那一天 小妖跟防风被出海 听到了娇人求偶 也见到了他们娇尾 香柳至今都不知道 那37年小妖是有知觉的 于是难得疑惑道 不应该是第二次吗 小妖得意一笑 避开了这个问题 那没大海贝呢 她顺着香柳牵自己的力道 游到她身边 你的那一枚 香柳把前前后后的事情 连起来想了一遍 明白过来那37年小妖 应该是有听觉和触觉的 难怪 不过她很快就释然了 如今他们二人心意相通 从前的那些事自然无需瞒她 听着娇人求偶的情歌 她看小妖的眼神 也逐渐由温柔变得有些炙热 香柳抬起他们交握在一起的手 抵在了自己的心口 小妖 她声音温和 却像梦境中的泥男那样 引人起思 想见你 其实分开不过四天而已 小妖静静地看着香柳 感受自首心传来的她的心跳 不知不觉地 有了些难得的娇羞 于是她垂眸没有再看向柳的眼神 唯有柔柔地回道 我也想要见到你 温柔的声线 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诱惑 香柳感到心头躺过一股温热 那股热力传导到她的四肢 于是还着小妖的臂膀 用力往里一带 将她的身体与自己贴在了一起 低头稳了下去 两人呼吸纠缠中 一枚纯白的海贝朝他们飘过来 到了他们身边时 缓缓张开 香柳拥着小妖轻轻地倒了下去 在他们彻底躺下时 放开了小妖 小妖感到自己躺进了海贝里 偏头看到香柳靠着贝壳 一腿平斩着 一腿曲着 手搭在膝上 低头看着她 唇边都是笑意 她牵过她的手 亲了亲小妖的掌心 我们到了 小妖坐了起来 十分开怀地四处查看 果然是那个贝壳 纯白的颜色 边角卷翘 犹如一朵朵海浪 十分美丽 香柳看了小妖一阵 而后问她 这几天过得不开心吗 小妖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香柳感受到了 她这些日子以来 心里的难受和不安 于是朝香柳坐近了些 双手环住她的一只手臂 大半张脸都埋进了她的臂弯中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跟哥哥说了一会儿话 此刻 从香柳的角度 只能看到小妖一头散落的青丝 披在身后 无比顺滑如同有黑的绸缎 她感到了她的不安 于是伸手一面抚着她的头发一面揉声问道 你告诉枪炫了 没有 小妖轻轻地摇了摇头 过了好一会儿才答 还不到时候 香柳笑了 不到什么时候 小妖抬起头来 海水起伏中 她的眼里像是运了散落漫天的星星 格外的水润清澈 她说 我想等到最后再告诉她 看看她是要你的命还是要我的命 小妖毕竟经历过 也知道在那个时空香柳的结局 可现在毕竟不一样了 早在玉山之时 她就已经动心起念 想到了那样一种可能 虽说算不得什么万全之策 可好歹能让她在香柳和哥哥中间 不要那么难以抉择 即使 前路看起来 依旧是一片无望 想到这里 小妖抬起头 带着胸有成足的那种脚侠 和此刻在香柳面前暴露出的温柔 对着她笑 总之 我愿意一直和你在一起 香柳向小妖靠近 她们几乎是额头挨着额头 鼻尖抵着鼻尖 小妖 你 不会后悔吗 两人的唇几乎就要碰到一起 香柳说话时 唇瓣无意识地扫过小妖的唇 拨弄着小妖觉得有点痒 她伸出舌头 舔是自己的嘴角 触碰到香柳同样软软 却带着热气的唇 小妖忽而觉得自己的手脚莫名其妙有些软 可她还是轻了着回答了出来 轻呼出的气息浮尽像柳唇齿之间 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而后 主动拉近他们的距离 轻轻吻上了香柳的唇 香柳闭上了眼睛 她放下所有的心房 在深海这片静谧的世界放纵自己的心神 全部被小妖此刻的吻牵扯住 而后抱以同样的温柔辗转回应 两人对坐着 向柳双手抬起捧住了小妖的脸 难以受控地含着颤抖的力道在她塞边妈撒 仿佛想要将五指都融进小妖的血肉里 随着那个辗转的吻逐渐用力 香柳的双手沿着她的脖梗 来到了小妖隔着衣衫的胸口 当向柳猛地扯落她薄薄的开金睡衫时 小妖并没有感到难堪和羞耻 她在自己的吻中早就传达了她的情谊 此时的她感到害羞和欢喜 自唇角流露的浅吟表达了她淡淡的期待 香柳整个人都开始觉得发烫 此时 她们的心症以同一频率剧烈地跳动 同样的血液也如同燃起来了似的冒着热气 当香柳的手无法抑制地覆盖上她的身体时 小妖终于忙乱地颤抖着伸出手去扯香柳的衣袋 就在这时香柳所有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小妖香柳艰难地握住了她放在自己腰上的手 一点点僵硬地将她们移开 我不可以 而后她替她拢好那件薄薄的开金睡衫 不经意间瞥见了小妖胸口雪白的肌肤上 方才她留下的手掌痕迹 酸涩地移开了目光 小妖有些微喘 带着迷惘和一种梦境被打断的不解望向相柳 在望尽她眼底的爱意和挣扎时 小妖突然意识到 就算转换了时空 眼前这个男人其实一直都藏在她的心底 唯一不同的是 从前的她被推开 所以从未想过要靠近 然而此时此刻她想要靠近 不仅是想将心袒露给她看 还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 真实的感情 真实的陪伴 还有真实表达的爱 于是小妖轻轻地笑了 她在心里给自己鼓了鼓劲 再次张开双臂靠近相柳 圈住了她的脖子 格外温柔地说 相柳 你可以 相柳闭上了眼睛 她伸出手用力地握住了小妖的手臂 没有把她推开 却也没有拦她靠近 小妖 相柳睁开眼 不知该说些什么 幽黑的双眸里像是蒙上了一层雾 却明明灭灭的好似 还有红光游离 相柳在想 她们贴得实在太近了 这个距离太危险 好像过了很久 又好像只过了片刻 小妖又一次抬起了头 她贴着相柳的脸颊 移动她的吻 直到双唇轻飘飘地 落在了相柳的眼睛上 同时带来那一声 飘渺柔情的轻语 让我看一看 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所有的理智 就在这一瞬全数泄去 此时此刻 香柳唯一能感知的 只有怀中那个 娇柔滚烫的身躯 还有她所带来的 缠绵多情的吻 猛的睁眼 向柳妖童皱线 所有衣衫转瞬散落 大海很美 温柔婉转 玉海很深 惊涛骇浪 她们一同被对方牵引缠绕 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漩涡 平 基本 给我 另外 稻